大家好,我是曼妮提卡拉撒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神师婆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昨天岁头老师跟我聊天 他跟我分享了一个他的圆满的突破吧 在这儿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是一直知道 师父是跟我们同在的 时空大神是一直跟我们同在的 就是我们如果 这是桑嘎的特点 就是大家如果是在桑嘎呢 你就是大师的 在大师的体内的 是真的这样 大师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也知道他应该怎么样修正我们 当然他本人不会给你打电话 发短信告诉你应该怎样 但是你身边人给你的提醒 其实就是大师通过这些人跟你对话的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要知道大师是在我们身边 跟我在一起同在 比如说昨天岁头老师就说 他有一个模式 就是要二选一 不然你就是爱我 不然你就是爱对方 好像没有这个可以共生的这个可能性 然后呢 但是他就是在有一件事情 当下他就觉得自己要被抛弃了 好像没有要选自己 但是当下他突然有一个认知就是 其实时空大神是知道的 我做的是问心无愧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恐惧和焦虑 觉得大师会离开我 他是知道我做的是对 也不需要攻击对方 也不需要去解释什么了 这个时候 然后瞬间他这个不圆满就放下了 他说的是真的 虽然我们理论上很多时候知道 师父和我们同在 但是不知道 人生行 知道我们行为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 非常愚蠢的行为 跟大师脱离 就是活在 好像他没有看到不知道这个情况下 还背着他能做什么 其实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背不了他的 然后呢 这种视力太多了 就任何时候 比如说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 我就在想 大师我交给你了 我是要完全的一致真实的 你给我一个答案好了 就会有一个人 或有一件事情出现指导你 让你知道你的选择 应该怎么选这样 就是交给大师 因为他无时无刻不跟我们一起生活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更多的有这个认知 知道你在桑嘎呢 你在大师的这个团体内生活呢 它是通过你显化 它和你一直同在的 只要你能够意识到这个事实呢 你心中任何时候不知道该怎样 就告诉大师 甚至是你要上班迟到啊 或者是去什么地方 不知道怎么安排时间 你就跟大师说你帮我安排 或者是你帮我把红灯都搞定这样 他就会真的是会这样做的 从大师到小师 大师都包了 所以呢 也给大家一点这个分享 还有启发 也希望大家能够24小时的开始 跟大家跟大师一起生活 和大师24小时的同意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